宗徒大事录第九章 扫路还是向主的门徒 口吐恐吓和凶杀之气 遂去见大司祭 求他发文书给大马士革各会堂 凡他搜出的这道门的人 布居男女都绑起来 借送到耶路撒冷 当他前行 快要临近大马士革的时候 忽然从天上有一道光 环射到他身上 他便跌倒在地 听见有声音向他说 扫路 扫路 你为什么迫害我 他答说 主 你是谁 主说 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耶稣 但是 你起来进城去 必有人告诉你当做什么 陪他同行的人站在那里 说不出话来 只听见声音 却看不见什么人 扫路从地上起来 睁开他的眼 什么也看不见了 人们牵着他的手 领他进了大马士革 三天的功夫 看不见 也不吃 也不喝 在大马士革 有个门徒 名叫阿纳尼亚 主在意象中 向他说 阿纳尼亚 他答说 主 我在这里 主向他说 起来 往那条名叫 直接的地方去 要在犹大家里 找一个名叫 扫路的塔尔索人 看 他正在祈祷 扫路此时在意象中 看见一个名叫 阿纳尼亚的人进来 给自己付首 使他复明 阿纳尼亚却答说 关于这个人 我听许多人说 他在耶路撒冷 对你的圣徒 做了许多坏事 他在这里 也有从大司祭 取得的权柄 要捆绑一切 呼号你名字的人 主 却向他说 你去吧 因为这人 是我所拣选的器皿 为把我的名字 带到外邦人 国王 和以色列子民前 因为我要指示他 为我的名字 该受多么大的苦 阿纳尼亚就去了 进了那一家 给他付首说 扫路兄弟 在你来的路上 发现给你的主耶稣 打发我来 叫你看见 叫你充满圣神 立刻又像灵甲一样的东西 从他的眼中掉了下来 他便看见了 所以起来领了喜 进食以后 就有了力量 他同大马士革的门徒 住了几天之后 即刻在各会堂中 宣讲耶稣 说他是天主子 凡听见的人 都奇怪说 这不是那在耶路撒冷 消灭呼求这名字的人吗 他不是为这事来这里 要捆绑他们 接送到大司祭前吗 扫路却更强而有力了 使乔居在大马士革的 犹太人惊慌失措 因为他指证耶稣 就是墨西亚 过了一些时日 犹太人就共同商议 要杀害他 他们的计谋 却为扫路知道了 犹太人便日夜 把守城门要杀害他 但他的门徒把他带去 夜间用篮子 将他从城墙上坠了下去 扫路来到耶路撒冷 设法与门徒们交结 众人都怕他 不信他是门徒 巴尔纳伯却接待了他 引他去见宗徒 并给他们讲述 扫路在路上 怎样看见了主 主怎样给他说了话 他又怎样在大马士革 因耶稣的名字 勇敢讲道 扫路虽在耶路撒冷 同他们来往 也因主的名字 勇敢讲道 并且同希腊化的犹太人 谈论辩道 他们就打算杀害他 兄弟们一知道这事 就领他下到凯撒勒亚 以后打发他到塔尔索去了 教会既在全犹太 加里雷亚和撒玛里亚得了平安 所以建立起来 怀着敬畏上主之情行动 并因着圣神的鼓励逐渐发展 当伯多禄巡视各处时 也到了居住在里达的圣徒那里 在那里遇见了一个人 名叫艾乃阿 患瘫痪病 躺在床上已有八年 伯多禄向他说 艾乃阿 耶稣基督治好你了 起来 整理你的床入吧 他即刻起来了 凡住在里达和沙龙的人见了他 就都皈依了主 在约培有个女门徒 名叫塔比达 希腊文叫做多尔卡 塔多行善事 广施周济 就在那几天病死了 人把他洗涤后停在楼上 里达因临近约培 门徒们听说伯多禄在那里 就打发两个人到他那里去 请求说 你不可再迟言到我们那里去了 伯多禄就动身同他们去了 他一来到 他们领他上了楼 所有的寡妇都来到他前 哭着把多尔卡 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 所制的内外衣指给他看 伯多禄叫众人都退到外面以后 遂屈膝祈祷 转身向遗体说 塔比达 起来 他便睁开眼 看见了伯多禄就坐了起来 伯多禄伸手扶他起来 随后叫圣徒和寡妇们进来 叫他们看他已活了 这事传遍了全约培 就有许多人信了主 以后 伯多禄在约培一个皮匠西满家里 住了一些日子 有 childense装 这事船 有一天 可以 这个 这事 成�를